来 我们经过几个合盘之后 我们三位老师 我们总共10分 觉得两位来宾的素配指数 有几分 来 老师请给分 来 黄老师给8分 李玉佩老师 6分 阿明德老师 7分 来 黄老师先说 8分 8分我刚才已经有提过了 人没有10分的 全世界没有10分的 那么我们知道一定有好有坏 重点是大方向要掌握住 大方向要掌握住 然后互相体贴 体谅 爱护 包容 分数就整个能够高起来了 那么如果是面相来讲 最重点 脸那么多 有五官还有各个部位来比的话 眼睛是重点 首相来讲 以婚姻来讲 就是感情线结婚是重点 那8字来讲的话 那个就是五行互补是重点 这几项他们都是加分的 OK 所以我给8分 谢谢黄老师 来 接下来给7分的阿明德老师 为什么 因为两个人的心盘 其实两个人的水心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棒的相位互动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呢 这说基本上我们说基调 就在我刚刚讲的朋友 然后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有任何事情 不要闷在心里 是直接说出来 但是不要那种 我觉得两个人偶尔有点小小争吵 反而是好事 因为两个人太闷了 很多事情都是我为了你好 我为了我们家庭好 你就吞下来了 适度的发泄 可是不是那种暴冲型的 适度的说出来 做好沟通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种 我们说一个相处 其实是会非常的舒服的 好 所以我给7分 所以老师建议是需要沟通 千万不要冷战 对对对 好不好 来 给分数最少 给6分的李玉佩老师 为什么 好 虽然刚刚有说 他们的命盘 在和盘来讲 他们是属于那种互补的作用 但是婚姻 其实它最大的一个难处 是来自于 我们都是跟她的优点在恋爱 最后是跟她的缺点在生活 说得好 真的 真的是这样 虽然说圣经上面有一句话 什么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词 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但是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婚姻生活 一直都要靠忍耐来包容 去维系的话 其实久了久了 人心是会累的 所以什么比较重要 我认为同理心比包容 忍耐还要重要 因为当爱情的荷尔蒙 已经慢慢慢慢的 随着婚姻 它会退掉的 面对的就是最真实的自己 那为什么会给6分 是因为第一个 以利人来讲 他比较强势 他的主导力比较强 那我不晓得 崇轩他这一点 他能够承受多久 因为久了久了 因为现在是刚结婚 他觉得很OK 那也许久了 他疲惫了 他会觉得 他什么事情 大小一把抓 为什么我都要按照 你的规矩来做 这是其一 其二给6分 是因为来自于 崇轩的命盘 因为崇轩的命格 在紫威斗术来讲 他构成一个格局 叫做一迷一暗格 那什么叫做一迷一暗 桃花太旺了 所以我反而希望你 刚刚利人说 你桃花很旺 我希望你婚前 把你的桃花都给用掉 如果你没有用掉的话 这个桃花 它会出现在你的婚后 那一迷一暗的意思就是 家里一个 家里那个名的 就是老婆 那外面还会有一个 所以这是一迷一暗的 一个魔咒 太阴作命 那还好 崇轩他本身 从事的工作 是演艺界 这个工作 他本身就是要有桃花 所以你如果把你这个桃花 宣泄在你的工作上面 那外面的诱惑 外诱不入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化解 这样的桃花 并不是说 所有的一迷一暗 都会变成了 好像你外面有小三 这个意思 完全在于你自己 接不接受 要不要 也就是说当你 外面有女生 向你伸出手 要跟你握手的时候 你的手只要不搭上去 其实这个桃花 它就不会形成了 像去年 好多艺人 他们的那些桃花事件 都没有守住最后的关 那现在同学 你了解 你在命格上面 那我看了你的大运 什么时候 这个一迷一暗 会执行这件事情 45到54岁 这个大运 一迷一暗 它会凸显出来 45到54 哇 也十年 对 它这个桃花一种 因为它本身 它命格构成这样的格局 命格构成 那什么时候 来执行一迷一暗 这件事情 它的大运是 45到54岁 所以当你走到 这个一迷一暗 这个运的时候 在这十年当中 你的异性缘会超级的好 其实婚姻生活 经过了这么多年 说真的 夫妻之间 那个都已经变成了亲情了 都已经 那种感情都已经淡了 这个时候 如果说有一个新的全员注入的话 人会心动的 在这个时间会晕船的 那我刚刚有说 因为你的工作是演艺界 你需要桃花 那你本身又有这样的桃花 你只要把你的桃花放在你的工作上面宣泄掉 其实它是不影响到你的婚姻生活的 所以虽然说呢 我给的是六分 但是你的命格 你的剧本是这样写的 你可以不按剧本演出 什么叫不按剧本 你就是说 就是修行 到了四十五岁就大孕的时候 又后来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自己去结渣 就去结渣 就去剧度了是吗 对 好 一旦你不按剧本演出 其实它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因为呢 命盘是这样写的 孕是你自己在走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秘女工作者 我们好像是一个气象播报员 我播报 你在四十五岁的时候 会有一个强烈台风 这个强烈台风 它吹的是你的婚姻 那你自己在这一块呢 你很小心谨慎 任何诱惑 全部都外诱不入 早早做好房台准备 就可以平安住 所以台风它是会过去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到八分九分 可以 但是那个分数 是你自己打给你自己的 谢谢老师的 明明白白铁口直断 今天帮新人合八字 来来 令人跟同学 现在已经婚也结了 很开心 很幸福 那接下来面对就是 大家七嘴八舌的下一关了 终于结婚了 那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 说令人其实压力很大 是会有一点点觉得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然后之前也没有想这一块 然后都没有去计划 所以现在突然间会觉得 跟不上 赶不上 因为时间太短了 对 是 所以你目前有在 有在努力做试管一位吗 我没有试 因为就想说好已经登记了结婚了 然后就是我再过几个月就要46岁了 然后再不就是 我不记得46算 老 非常老 已经算 在生育这一块就是超级高龄 真的喔 其实就是他们报导都会说 40岁以上你的那个软子 就会越来越不好 就是越来越少科 可是又有说越来越成熟不是吗 年纪大了生了小孩都非常的 可是这是在生育上面的话 女生的生理期上就是你年纪越大 你的软子越来越少就比较难受孕 或者是受孕了那个胚胎都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它染色体的关系 所以现在已经努力在做了 我们有试过一次 就因为它这是持续的 其实以前没有在试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去看了医生 然后我就去询问 因为我完全都不懂这一块 然后这样讲完了之后 然后医生就说啊 很辛苦啊怎么样 可是要做的话就要就开始做 就开始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去询问了之后 然后刚好他说你月经什么时候来再来 然后去的时候他就是 就是给你要打针吃药 就是帮你安排这一系列 因为它有很多个级续 所以因为这样那时候就想说 可以现在不做之后 就一直拖一直拖的话 时间也就这样流失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试了一次 就试了一个cycle 可是就是那时候有 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大 你取的卵就是比较少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取到了一颗 就是还OK可以去冷冻的 可是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检查 然后那个检查就发现说 它的那个染色体不好 就是有在不一样的频率上 可是到底有没有小孩 你本身有压力吗 我其实老实说 从小我都以为我会有小孩 我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就以为我会有自己的小孩 所以从来也不招致 然后所以我就会享受顺其自然 然后我就就是认真的过生活 也没有去特别计划 去特别想享受遇到对的人 那自然而然 所以我就是一个太大而化之了 那从轩呢 有没有都无所谓 但是如果有最好 有没有无所谓 有最好 就会有幻想 还好有他愿意嫁给你 你真的有点欠揍 水瓶真的有点欠揍 有点压力 还是会有压力 就我觉得还是要顺其自然 因为毕竟我都已经拖到年纪这么大 然后在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块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没有去做的心法 那我们阿明大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2022年会有喜事降临 对 我们透过星盘当中的太阳星座 跟上升星座这两个部分 来看看在2022年会有喜事降临 让人很羡慕的星座是什么 好像从轩的太阳在水瓶座 上升在处女座 烈人的太阳在金牛座上升在天秤座 我们首先来看 有喜事会发生的第三名 我们要恭喜的就是天蝎座的朋友 因为漂亮价格可以买到好房子 当然前提是天蝎 如果今年有想要制产的话 那其实今年其实有蛮好的 这种我们讲说这种制产的运势 那我觉得就提醒天蝎 就是说今年一开始我们可以 心里有这个目标 然后我们把什么逛一些预售屋 或是看房子当成一种兴趣 嗜好吧 周末如果有空在这种 我们说这个方便出门看房 或是现在其实网路上看房子 也很方便对不对 其实你多看之后 你会知道哪边的这种价格是合理的 再来就是你会有这种机运 因为你多看你才会能够 在比较这种第一时间优先的 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资讯 可以用比较真的是 别人都很羡慕的价格 买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房子 就恭喜天蝎座的朋友 第二名呢我们要恭喜的就是 太阳跟上升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像丽人的上升在天秤 要恭喜的是哪一方面呢 我们说人缘美好 结婚生子都值得期待 也就是说天秤座的朋友 今年其实人缘运 桃花运都很旺 就看我们要用在哪一方面 对不对 那当然因为流年木星 在我们这种恋爱 兴趣嗜好这个公位 当然也跟孩子有关 所以如果想要这种 我们讲说这种喜结良缘的天秤座 今年可以好好的把握 再来就是呢 像丽人如果想要有孩子的话 今年其实也有蛮好的机运 那丽人个人的心盘 我刚看了一下 对你个人而言 我觉得要把握上半年的 这种时机是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透过你说这种 你说人工受孕的这个方式 或是这个自然的怀孕 其实都有机会 就说这个真的是 时间要把握了 就说所以这个 非常的期待好不好 有好事再跟我们分享 第一名我们要恭喜的就是 太阳跟上升落在处女座的朋友 因为工作表现非常的优异 这种升迁拉加薪都值得期待 像从轩上升在处女座 其实非常的恭喜 也就是说在今年 我们过去的种种累积的实力表现 如果你觉得 因为处女座朋友 往往都是那种什么 做事做最多 但是得到的掌声最少的人 就是那种很多幕后 或者是我们讲说默默在做事 把事情做好这是处女座的 常常有的一个情况 但在今年呢 我们过去所累积的实力 终于被人看见了 所以工作事业上的表现 或是更多的工作机会 都会来到处女的面前 所以这个大家要好好的把握 有任何的机会 不要害羞去展现自己 比方说可能有从来没有 接触过的这种角色 或者是一些新的 像从轩新的一些 这种演绎的机会 我觉得你都去试试看 你会发觉原来我还可以在不一样的舞台 有更好的一个发光发福的这种机会 所以处女座的朋友 今年会是有好事降临的第一名 非常的恭喜